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来《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节目主持人 秋霞,Vivian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Andy上来和我们聊天 Andy,我知道你是煮意大利菜的总厨 初初为何会煮意大利菜呢? 我之前做过很多种菜式 法国菜、意大利菜、中东菜、地中海菜、澳洲菜 我也做过 最后我选择意大利菜,因为它比较脆和一些 应该说,比较自然舒服一些 它没有那么多驱促 它煮的东西比较像我性格 不需要那么驱促 你本身有去过意大利吗? 我有,我去过三次意大利 大部分的城市我都去过 特别是我喜欢的 在临近西西里的一个小镇 在西西里海边的一个小镇 那些人比较朴素 他们不会太过戒怀 你是王种人或是什么种人 但如果你一提到他们的食物 他们很有坚持 他们不可以让你觉得 你那种不是意大利菜 我们这种才是意大利菜 我去了几个星期 都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他们煮东西各方面 比较自然 不喜欢放香草 不喜欢放太多调味品 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味道 去做出一些他们认为最好的菜式 当然我去吃 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自然 但在香港这个社会 不是香港人不喜欢吃自然的菜 只是太多款式 你要迎合一些客户 有时我们做意大利菜 或其他国家的菜 都要加一些元素 才能令客人满意 你初初去了三次意大利 是吗 是 你去了意大利 发觉自然的食物 煮食 你是喜欢煮意大利菜 还是因为你本身 不是 我本身在做餐厅的时候 我已经去过一次 嗯嗯嗯 接着我再去做意大利菜 那一次我去翠京 我去翠京 看看是怎样做的 嗯嗯嗯 接着第三次就是 早两年 年多两年 再去看看一些很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就去了 香港人无不常去的地方 譬如西里 南部一些小镇 去 去 去体验一下他们怎么样生活 嗯 结果体验了什么呢 嗯 他们做的方式 以及他们 人是比较nice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靠海 他们的人比较nice 嗯 始终意大利是 是地中海的一部份 他們很像西班牙人 西班牙去過兩次 如果問我全歐洲最友善的人就是西班牙人 而是熱情 他們是友善的 所以我覺得西班牙無論是菜式或人 我都挺喜歡的 他們怎樣熱情呢 他們會當你是一個 譬如我們晚上吃飯 去酒吧 去喝東西 他們看到你是一班外國人 而你又懂少少英文 他又會告訴你西班牙吃些甚麼 喝些甚麼 他們很慷慨地告訴你 帶你去哪裏 明天去到酒店 在酒店等我們 帶我們去其他地方玩 一些這樣的交流 都挺有趣的 可能是緣份 你未必會遇到一班這樣的人 但我們那次也遇到一班這樣的人 都挺有趣的 所以我挺喜歡西班牙 我挺喜歡西班牙 他們會帶你去吃 是否會吃一些很特別的食物 西班牙菜有點像意大利菜 用大量的番茄 因為西班牙有個小鎮有個番茄 他們用很大量的番茄做事 橄欖 甜的辣椒 即燈籠椒 他們造成Pupica 即我們的紅椒粉 現在香港很多人用 用來調味的 不辣的 甜的 但你會看到紅色的 整鍋湯 整鍋湯 或者整個醃料都會紅色 但你一聞到味道 你會感覺到 這一種辣椒是甜的 就是辣椒來的 即那個甜味料是用來湯 用來湯 用來雞 用來烏野 用來做西班牙炒飯 吃的蔬菜有點像大利 都是海鮮類的 西班牙最聞名就是火腿 我們羊類 西班牙是全世界最貴的羊類 因為他們的黑毛珠很漂亮 香港一些刺耳級的貨 一萬多元一隻 有些人喜歡吃 可能一個月 一個多月便吃完 那吃法是怎樣的 撇開它便吃 夾麵包 做沙律 或者有些人用來包著魚來煎 包著魚來煎 是的 讓魚吸收了西班牙豬火腿的味道 其實那些味道是怎樣的 鹹鹹香香 有些像我們中國人吃的金牙火腿 但是是很漂亮很漂亮的金牙火腿 如果你用來煲湯便浪費了 如果是這樣的比喻 是這樣的比喻 是這樣的比喻 剛才我聽你說的 有一個番茄節 那番茄節是做甚麼的 他們在幾個小時內 全街的人都會走出去 去訂番茄 是的 很恐怖的 那個節日 但是來 把蟲籠欄不是很遠 我想兩個半小時左右 每年的四 我忘記了四月還是六月 左右 總之是夏天 其實他的番茄節 他的鋪排是一個月 譬如是四月十日 他四月五日或四月一日 已經有廣告 在四月十日的七時開始 我們就要準備 全部人都穿白色衣服 他們的鎮匯有很多 有一輛大貨車裝滿 很多番茄 你到處的人就拿來訂購 其實有甚麼意義 他們是一個傳統的習俗 而且成為他們那地方的一種 經濟的來源 來巴塞龍南不是很遠 我想我記得好像是兩個 兩個多三個小時左右 實際的名字我忘記了 因為太久了 因為我已經有四年多 去過一次就夠了 人生去過一次就夠了 因為都很狼狽 因為他們是成產番茄 所以有很多番茄 是的 他們的鎮是成產番茄 一來 這個傳統的習俗 可能已經超過五十年以上 所以他每一年都會做這個 只不過現在越來越多人知道 越來越多人來 令他們越來越多人 將這件事變成商業 我想問一下西班牙 中東那邊呢 整個地中海好像U形 對 最左邊 如果看上地圖 最左邊就是西班牙 然後一路上就是意大利 然後希臘 然後埃及 一直這樣下 然後有少少中東的國家 在另外一邊的中東 少少中東國家 因為他們的傳統是吃回教 他們不是太吃 基本上他們不吃豬肉 但其實連肉類都不是十分十分喜好 牛肉羊肉那些都不會吃 他們多數會主食是豆類 豆類 蔬菜 如果在香港吃到最傳統的中東菜 可能是 但在香港三幾間 三幾間做到很傳統的 中環有兩間 中環有兩間 整個碟裡有些雞心豆蓉 有些青豆蓉 有些白豆蓉 有些他們叫的黃豆 然後一塊麵包 就是一個菜 其實芝士方面有沒有講究 普通的芝士都可以 芝士 他們很喜歡吃羊的芝士 我們叫Fatta cheese 硬的 切到好像一粒粒色仔 你們應該會見過 有時你們在街上會見過 好像一粒粒白色的 用一瓶油浸著 有很多香草在裡面 但中國人的口味 不太喜歡 味道方面有什麼別用 味道很濃烈 的羊奶味 如果我們喝牛奶 馬奶 羊奶是最酥的 它是比牛奶酥 十倍、十五倍 它再將它造成芝士的話 再增加十五倍的濃烈 不過有很多人都會喜歡 譬如我們有很多人 喜歡吃藍芝士 好像意大利最盛產的 就是高溫蘇娜 就跟藍芝士同一個品種 只不過我建議你們 剛開始吃的話 這種全發酵芝士 就是藍鯉石 開始的時候 試試吃高溫蘇娜 因為高溫蘇娜給藍芝士 我想輕行五、六倍 但也很漂亮 高溫蘇娜煮完之後 有另一種香味 如果你們很想嘗試這些 不要先試藍芝士 否則你以後都不想再試 先試一試高溫蘇娜 然後逐步逐步入 其實他們用芝士 是否全部都是用藥 不是 也有用牛 上次我帶了一個 忌廉芝士的番茄 那種叫做新鮮芝士 我們叫Fresh Cheese 也是Soft Cheese 一杯杯 或者軟滑滑滑滑的 多數白色的 哪一種是呢 Mascarphone就是 我們做Till Miso的芝士 那種就是新鮮芝士 就是未經一次處理發酵 即刻完成 那種是新鮮芝士 然後還有杯裝 水狀 還有Cottet Cheese 或者杯裝的茅屋 的芝士 就像水狀 就像吃Yoghurt 那種是另一種 接著就是硬芝士 硬芝士 硬芝士就是我們經常接觸到的芝士粉 整個圓形 像車輪一樣 那種就是硬芝士 很硬的 但味道很濃烈 因為它要經過用酒 泡24個月 再發酵24個月 但最美麗的不是 最美麗的是發酵36個月 我們叫Giriano 最美麗的Palmissan芝士 用來做 刨了做芝士粉 很香 而且是我們會接受得到的 還有半軟硬 半軟硬就是 Cheddar Monserrella Monserrella 即是我們吃Pizza 拉出來一條條絲 那種就是Monserrella 但我們有時做Pizza 會混合一些Eden 黃色有紅色波 有些蠟包著 一個波 那些叫Eden Cheese 另外一種半軟硬的芝士 接著再分是發酵芝士 全發酵芝士 半發酵還有一種白皮 意大利很出名的 好像一個餅一樣 切開它 由流質流出來 但味道見仁見知 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到的 對 有一種好像洗衣服 沒有浪 放在櫃裡兩天的味道 那些用來做什麼菜式 那些多數生吃 生吃 多數生吃 然後一杯紅酒 就是這樣吃 然後一杯紅酒 麵包也不用 不需要 但是他們 我試過就是 撕開外面的一層 去試裡面的軟軟軟的 還可以接受得到 但是吃完外面的就不行 然後再上去就是那些全發酵 全發酵就是藍芝士 高溫蘇娜 你會看到黑色的大理紋 這些根本就是好吃的 對 多數都是這樣 還要放在一些啤酒 那些啤酒 有各人各人的口味 譬如榴槤 有些人不喜歡吃榴槤 這個味道我接受不到 但是 有些人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那些一塊塊的 湯普包芝士 但是那些芝士我不行 太濃烈 這個人各人的口味 但是 芝士是跟紅酒一樣 這麼大的口味 因為要懂得吃芝士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即是要配不同的酒 又配不同的酒 又配不同的食物 出不同的效果 其實我上次帶給你的 Cream Cheese 已經是最容易溫和的芝士 很好吃 所以這種味道 會適合我們東方人吃 但是我也認識很多朋友 喜歡吃藍芝士 所以我就說個人個人的口味 其實中東人是否多數菜 食譜都是蔬菜和豆類為主 蔬菜和豆類 偶爾吃羊肉 例如做羊肉丸 羊肉丸是怎樣 類似我們吃意大利肉丸 用免治羊肉 加一些特別的香料 他們中東類似 用一些小茴 或者用一些比較濃烈的香草味 去醃羊肉 醃完之後 加上麵包 打成一個圈 打成一個球 然後燒一下 然後夾麵包 加一兩條菜條 一碗雞心豆的蓉 這餐很豐富 蔬菜豆類的煮法 會不會加香菜 蔬菜多數都是生成的 他們多數是生成的 即是煮都不煮就這樣吃 即是沙律菜 或者青瓜條 或者甘筍條 或者橄欖 去核的橄欖 好像在意大利吃法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黑醋橄欖油給麵包 其實有三種方法 吃麵包 在意大利 黑醋橄欖油 一種 第二種就是 Pesto 就是用意大利番茜 我們本地的番茜 Brasil 他們叫羅勒 一些綠色的香草 Pine nut 松子仁 橄欖油 Androfi 即是意大利鹹魚 然後打在一起 打了一個醬 綠色的 我們叫Pesto sauce 用來點麵包 這一個是最不適合香港人吃的食法 因為香港人吃下去會覺得 有一點青青的味道 因為它始終都是草 整堆都是草 它始終有一點青青的味道 這一種食法是最不適合香港人的 而我做過的 我平時會有一個對第三種方法 也是香港人最受落的 就是將整隻蒜頭 連上皮 放進焗爐 焗 焗完之後 一粒一粒蒜頭 撕出來 撕出來之後 一捏 那些蒜頭就變成融 就擠到麵包裡 加一點橄欖醬 吃下去 這種方法 也是比較少人會這樣吃的 如果你去到一家意大餐廳 你說我可不可以要一個這樣的菜 它知道你很會吃 意大利菜 因為這個是比較傳統的食法 那蒜的味道 味道已經不像我們生吃一樣 是很像我們吃蒜蓉包 很像我們吃蒜蓉包 只不過是一個很新鮮的蒜頭 變成蒜蓉醬 加一點橄欖 吃下去會好吃 因為蒜頭 我都很喜歡吃 蒜頭 所以你生吃一粒蒜頭 你未必可以接受得到 而他們有一個比較南部的做法 就是這樣 因為我親自去試過他們這樣吃 我看到我覺得很奇怪 咦 但他們這樣做出來 告訴我這樣吃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將它帶回來 我將它帶回來 有時候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很熟的客人 我會做一些這樣的東西給他們吃 他們會覺得挺有趣 不用每次都吃麵包牛油 或者麵包客廚 即是香港其實都不常見 不常見 因為功夫比較多 功夫比較多 又要選那些蒜頭 因為如果爛的 你焗出來才能讓你吃到 那就不必 要選那些蒜頭 然後再用慢火來焗 那包的選擇呢 包的選擇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譬如你說我用回麵包 沒有所謂 或者用回麵包 即是麵包 即是麵包都沒有所謂 或者用回意大利的農夫包 用一些小麥做的 他們那邊的麵包 是會比較粗糧一些 其實說真的 你說去到這個麵包 其實在他們那邊 不會太注重 我要軟軟軟 我要很軟綿綿的 暖粒粒的 不會的 它會沾給你冷的 是硬的 質感很粗的 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才是麵包 只不過我們香港 有我們香港的味道 喜歡軟熟 熱啦啦 熱啦啦 未必每個國家適合 還有我剛才很想問 你說他用意大利鹹魚做的醬 其實意大利鹹魚 又等不等同呢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見的 煤香鹹魚那些 不同 意大利鹹魚 我們叫 enchophy 即是銀魚柳 銀魚就等於我們常見的白飯魚 OK 白飯魚用鹽 他們那邊有很多白飯魚 用鹽醃製之後 把腩油浸著 浸著一條一條 放在鞋裡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那條鹹魚 即那條enchophy 就會變成好像 梅香 即是一搓就散了 但它那種味道很特別 如果你有吃過 西斯沙律 海獅沙律的話 海獅沙律那種味道很特別 海獅沙律 它就是enchophy的味道 為何那裏會有那麼多那種魚 海獅沙律 海獅沙律 是盛產這些白飯魚 所以有時 好像我去西班牙 我去西班牙 我們去到一間超級市場 大家去那裏買東西 做東西吃 我說我煲一個湯 大家是中國人 我煲了一個西洋菜豬肉湯 為何你要到西洋菜 我說西洋菜 一定是在西洋 西洋菜是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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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是在西班牙 所以現在我們吃到西洋菜 當然有一點不同 但其實那個種是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那邊 可能粗一點 粗一點 大條一點 形狀方面 形狀是一樣的 可能粗壯一點 然後他們說 為何你有西洋菜煲 西洋菜 叫西洋菜 當然是在西洋 其實是在西班牙 其實那個味道有分別嗎 沒有分別 一模一樣 所以很佩服我 那天 為何你煮的東西 煮到一鍋中國湯出來 那天 那次我們在西班牙 所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常常見到 其實他們那邊也常見到 只不過 某部份的東西 未必我們說 經常都會見到 還有我想問 那個醃的鹹魚 會不會醃得越久就越好 未必 因為有些東西 不是越舊就越漂亮 有些東西 譬如Andrevy 我們需要新鮮 還有它現在的packing 多數都是變成罐頭 變成罐頭 很少硬妝 有分別的味道 罐頭的packing 已經做了一些東西 令到那個東西不會太久 保鮮得很 保存得很好 我去到西洋里拿了三瓶 別人醃的那些 我用完了 茶麵包 做沙律汁 炒麵 好像開鍋 夾少少下去炒 他們又吃到一些不同的味道 尤其是夾蜆肉 夾蜆肉 會出來的另一個味道 他們問 為何那些蜆肉意粉 會不太跟平常的味道 我會有一點點秘密 現在香港推出的 會不會多數都是用罐頭 全部都不會在香港推出的 不會的 沒有可能在香港推出的 因為它的技術不會在香港有 哪裏才有 大部份多數是意大利入口 如果我們要去賣 多數要去很大的消息主場 才會賣到 而且很貴 說50克 可能60-70元 但煮到多少次 4-5條 4-5條 手指 煮到沒有多少 因為如果我們拿貨 500克一罐 那些是1000-800元 所以你們外面街賣很貴 玩快 其實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 多謝Andy 你和我們聊天 分享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出價值880元的痛症治療一次 根據今集第一節節目內容 痛風症的學名是甚麼呢 A. 普利 B. 普林 C. 痛症 知道答案的觀眾 立即拿起你的iPhone和iPad 在我們A-plus510App裡面 留言區位置 填上姓名 電話 電郵等個人資料 再將主題選擇 看節目 拿禮品 再在下面內容空間裡面 填上正確答案 節目名稱 和節目播出日期 最後按提交 那你就成功參加 看節目 拿禮品 答案請於4月5號中午12點前提交 名額有限 答案的朋友 將以抽籤形式選出得獎者 本台將盡快聯絡得獎觀眾 記得日日貼住優質生活台 大把禮物送給你們